总是觉得女生都喜欢自己 中国江苏一名大二男生 疯狂告白 原以为他自我感觉良好过头 被拒绝还以为别人因为面子不好意思答应 甚至一一告白造成别人困扰 没想到是疾病找上门 随着男大生接受治疗后病情好转 无独有偶浙江一名女高中生 总是幻想爱情来敲门 老话说菜花黄 痴子忙 桃花开 疯子狂 上周浙江一位女高中生也被确诊为桃花点 女高中生不只易怒亢奋 甚至还出现攻击等冲动失序行为 看到疫情就行为失控 因为三月份的天气多变 时暖时热的天气 而季节变化容易导致身体的内分泌变化 春天被指示心理疾患 后发季节 背后成因复杂 唯有就医尽早接受专业医师评估治疗 才能对症下药 三地新闻 严信报道 проц 뒤 McCullivan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者 栄辘 man reach 准次 解 启